大家好我是龙飞 今天是9月14号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涨停满复盘 那么对于今天的行情呢可以说有一种满满的无力感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受到外围消息的影响呢 今天的一个指数是直接的一个大幅低开 那么全天呢依旧是属于震荡的一个走势 那么目前的一个指数呢是同样再次出现了一个跳空缺口 下方呢也有一个跳空缺口 下方的跳空缺口在3200点 上方的跳空缺口在3260点的一个位置 目前的位置呢也是比较尴尬的 上方有3300的压力 下方呢有3150点的一个支撑 短期来说只要指数在目前的一个区域内震荡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范围 但是对于很多的标的来说 哪怕是一小点点的一个波动 那么对于很多的标的呢都属于较大幅度的一个打压 那么今天为什么指数会大幅的低开 大家也能够明白啊 关于美国的一个加息 导致了美股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那么对于我们的一个大一来说呢 同样也是受到了一定的一个恐慌心态的一个影响 早盘的时候呢 直接处于大幅的低开盘中震荡 最终呢 还是出现了一个较长的一个上影线 那么之前和大家说过3300点是上方较高的一个压力 那么目前区域呢 指数属于震荡的一个区域震荡的一个范围之间 那么对于标的来说呢 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那我们近期呢 也是转换了一个思路 操作的呢 都是创历史新高 整体波动不大的一个主声浪 那么今天呢 整体的标的依旧是走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啊 那么首先呢 还是先看我们昨年文章对于大盘的一个点评 首先呢 是换了模式 心态呢 也平和了很多 波动呢 不大 都可以接受 贵神呢 还是一个老大男 只有一层的仓位 暂时就先不管了 等有机会呢 就直接出来 那么今天的贵神呢 可以说是给了一个下车的一个机会啊 盘中的时候 一直在关注贵神这一支标的 最终呢 一直有很多的一个资金翘板 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呢 一直有大几千万的一个资金啊 一直在处于翘板的一个模式当中 然后最终呢 差一点收红了 但是最终呢 还是被按到了地板上 那么今天贵神呢 既然是给了下车的机会 那么今天呢 一定是选择了下车 那么哪怕是只有一层的仓位 我们也要选择先下车啊 因为这一层的仓位 不仅仅占用的是你的仓位 还同时影响着你的心态 那么贵神这一支标的 从这一天上车以后呢 整体到目前亏损的幅度呢 可以说并不是很大 因为整体呢 只有一层的一个仓位 即使是下跌了10% 对于你整体的下跌呢 也是总仓位只有1%的一个影响 那么整体的一个亏损幅度 从当天上车了以后 到目前整体的一个亏损幅度呢 大概是在十几个点左右啊 所以对于你总仓位的影响呢 也就大概一个多点 所以这只对于总仓位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但是对于目前的一个市场操作难度来说呢 非常非常的大啊 尤其是对于这种之前涨幅还不错的 但是短线呢 就处于连续的打的一个阶段 你看它涨了时候啊 你不买 它就一直涨 但是你一旦上车了以后呢 就可能会出现打压的一个模式 那么包括今天受到市场的一个影响 其他的标的呢 走势也基本上是比较类似的 那么大盘呢 是冲高60线受阻 昨天呢 是没有冲过60线的 没有资金的跟进 北向呢 也是小幅流入 震荡的行情呢 就是涨挡跌跌 没有什么赚钱效应 周二呢 按计划上车了两家标的 一个是加油 一个是新权 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而且波动的都不大 那么接下来呢 要看是能否延续五字线三天 连续创新高 目前总仓位是五成 那么加油是两成 加上一个新权呢 也是两成 那么再加上一成的一个贵神 一共是五成的一个仓位 那么同样呢 周二也是没有选择到连板的标的啊 同时呢 也是没有选 因为近期的很多连板标的呢 都是受到市场的一个打压 那么短线的人气呢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难 那么同样呢 只选择到一家历史新高的就是同庆楼 那么目前呢 是有两点隐患 第一点是贵神股份占了一成的一个仓位 而且呢 还连续跌停 还没有出局 这是第一点 没有去选择加仓的一个原因 另一点呢 就是大盘 还没有强势突破六十字线 和三千点 三千三百点的压力 如果区间震荡到三间三 依旧是有调整的一个空间的 那么综合考虑啊 那么其实呢 我还是比较想上同庆楼这支标的的 但是无奈第一贵神是占了一成的仓位 另外一点 只说没有突破六十字线 这两点呢 都是属于隐患 综合考虑 如果贵神周三可以出来 就找机会上车同庆楼 仓位呢 控制在六成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贵神出不来 那么就继续耐心的等待 观望一下同庆楼的表现 震荡的行情 现金为王 控制好仓位就是控制好风险 仓位太重了 也会影响心态 那么今天既然贵神是给了机会 可以让我们下车 同样呢 今天也是上了同庆楼这支标的啊 我们首先来看 这三支标的整体的一个表现 那么 既然下车了一个贵神以后 今天整体的一个同庆楼也是给了一个上车的一个机会 那么午后的时候呢 也是选择上了同庆楼啊 同样呢 也是两成的一个仓位 那么这一支标的呢 同样目前两成的仓位 加上其他的标的一共是六成的一个仓位 为什么会选择上车同庆楼 因为历史新高的标的很多呢 是不跟着大盘走的 那不管是同庆楼也好啊 还是包括这个加油国际也好 还是包括新权也好 那么在今天呢 都是受到了大盘的影响 重新呢 是回到了时日线 那么之前也和大家说过啊 那么如果五日线和时日线距离是比较近的话 我们是以时日线作为下方的一个支撑线 如果跌破了时日线 我们就要选择下车 或者是三天没有创近期的一个新高啊 或者是整体的亏损幅度达到了五到七个点 那么这三个止损的标准 根据个人的承受能力去选择 那么今天的新权以及加油呢 都是没有跌破时日线的啊 之前这一支标的呢 加油是以沿着五字线稳步的向上攀升 而这个新权呢 是以下方的时日线 最低点是以时日线作为支撑线 所以这两支标的今天呢 都是没有去选择下车 为什么没有选择下车 因为和前期的连板标的去做对比的话呢 这两支标的整体的波动都是可以去接受的啊 而且每支呢 同样是两成的一个仓位 那么目前呢 也是整体把仓位加到了六成 其实相对来说 相对目前的一个市场来说 六成的仓位是稍微有一点高了 正常情况下呢 应该是在五成左右 加上今天的指数呢 又处于大幅的下跌 那么整体的仓位呢 应该不应该提的那么的高啊 但是这种 趋势的标的 历史新高的标的 一般是都不跟随着大盘走的 所以呢 我们也是拿着两成的仓位去做一个实验啊 看到三个标的能不能够走出 连续上攻 延续上攻的一个行情啊 那么再往下去看啊 就是周二的一个场内BBD流出的 其实也并不是很多啊 大概是只有61 但是人气不行啊 区域震荡的行情呢 很难把握热点 而且近期不管你是用什么方法 基本上赚钱效应都是很差的 这就是很多资金观望的一个原因啊 因为可能进场就要被套 不少的资金呢 都在等待3150点的一个双底 那么在之前的时候呢 一直和大家说3150是一个双底的一个过程 结果呢 到了3107就直接出现了一个拉伸 那么这就导致了很多前期出来的资金啊 并没有着急去全的进场 因为大家都知道目前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 即使是上来以后 如果没有突破3.3 可能还会继续出现一个调整 那么在区域内的一个震荡 很多的资金呢 觉得目前的市场赚钱效应不高 这也是吸引不了资金进场的一个原因 那么结果北向一进场没有合适的点位 这部分资金就更不会进场了啊 除非有明显的进场的强热信号 只说能够突破3.3 不然还是会下方缺口啊 下方的缺口 以及在3.3之内震荡 那么下方的缺口呢 就是3200点啊 到我们的一个3年300点去做一个去年震荡 那么今天的一个指数同样呢 也是走出了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啊 围绕着我们下方的一个区间 3200点到我们的一个3300点之间做一个区域的一个震荡 那么同时整体的立位战法呢 也是只平到了一个五成仓 第一政策面 没有明显的一个利好消息 消息面同样也是啊 那么昨天整体的一个消息面呢 也是属于中部的 那么像今天整体的一个消息面呢 就属于偏弱了 因为老美的整体的市场下跌 导致了我们带动了我们市场A股的一个情绪 人气面呢 是也是只打了一个4分 因为这里的成交量呢 其实是没有形成一个向上突破的 没有突破五的线和十的线 说明市场的交易情绪是比较差的 那么同时资金面呢 也是只打了一个5分 没有资金进场 没有北向的资金进场 没有厂内的资金进场 而且今天的一个中金啊 中金啊 中金公司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幅度的一个下挫 为什么今天这里的一个证券能出现这么大幅度的一个打压 因为呢 他要在这个时候去形成配股 那么配股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一定要去买他的一个股票 如果你不买 一旦发生出权以后 那么你整体的成本就属于拉高了 所以很多的朋友呢 在这里面的资金呢 就会选择卖出 导致今天的一个中金公司呢 就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挫 那么两个市场的一个因素都是今天市场出现较大幅度调整的一个原因啊 那么包括这里的一个技术面 技术面为什么可以打到6分 因为这里的技术面整体呢 是站在各条均线上方的 上方的只有一个60线 结果今天在消息面利空的带动下呢 是直接技术面做了一个 往下打压的一个走势 那么基本面呢 依旧是维持横盘震荡 所以呢 也是只维持了5分 那么整体对应的战法评分呢 是定应到了五成仓啊 结果今天呢 是上了六成的仓位 那么稍微还是多了一点啊 我们接下来看这三则标的能不能够继续走出上攻的一个走势 在三天能够创下近期的一个新高 说明这些标的是不跟着大盘走的 也是市场唯一可能会有赚钱效应的一种方法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涨停板复盘 今天的一个涨停板呢 比昨天呢 又少了不少 因为市场的人际实在太差了 很多的标的呢 都是下方的一个手板 那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迹象可以寻找到的 那么我们首先依旧是一家一家的来看啊 那么这里的一个新股 我们就直接不看了啊 300688没有出现涨停的呢 我们同样也就直接过 那么像这样的手板呢 你是很难去捕捉到的 而且即使捕捉到以后 它的持续性也是非常非常的差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中百集团是出现了一个四连板 但是这里的净利润是为负的 而且目前基本上打到四板以后呢 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一个调整啊 所以这里呢 大家可以去关注 那我们就不把这种四板的放在我们的一个今天的一个复盘当中了 因为近期的一个连板情绪同样的也是很差的 这里的净利润呢 也是为负的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 这里的一个手板 这里呢 也是手板 很多呢 都是超跌反弹出现的一个手板 我们找一找 能不能找出历史新高的 并且出现涨停的啊 而且呢 能够走出主声浪的一些标的 这里的净利润呢 同时同样也是为负的 那么徐家会 这里的净利润呢 也是为负的 基本上净利润为负的呢 我们都不考虑 那么今天的一个汽车整车呢 在安凯及驾新的一个带动下呢 是形成了一波少数标的的一个反弹 为什么说是少数标的 因为汽车整车之前已经炒过 炒作过一段时间了 那么今天的一个拉伸呢 可以说也是一种超跌反弹 可以这么去理解啊 这里的一个梅尔雅 也是二板 整体的市场 风板的力度呢 都不是很强 这里呢 同样也是手板 我们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历史新高的 因为目前呢 我们也是切换了一个模式啊 这一种 这个标的是目前的一个刺心 也是出现了一个四连板的一个动作啊 那我们可以去关注 但是呢 我们不会去选择去上车 这里的尾龙呢 也是二板啊 手板 这里的也是手板 我们为什么要去每天去做一个复盘 因为我们要去找短线的人气 何时能够起稳 何时能够有一个延续 如果短线的情绪依旧是没有赚钱的效应 包括中长线的一个资金 没有北向资金去进场支持的话 那么短期的行情呢 依旧属于正当为主啊 这里的上海港湾 是出现了一个上攻幅度的调整啊 我们把它加到资源当中可以去关注 但是呢 我们不会去选择上车 因为近期的连板基本上上车了以后呢 可能大概率都是要被套的 啊 这里的一个沙盒啊 包括这个神开都是一个二连板以及手板的一个动作 基本上就没有了 市场走的比较强的呢 可能也是只有两家 一个是上海湾港 另外一个呢 就是目前的一个润背啊 也是属于近期的一个刺新的一个超跌的一个反弹 那么这两只标的呢 我们会作为目前我们关注的一个标的 包括我们现在在车上的一个是同庆楼啊 我们要关注 三天的时间能不能够创下近期的一个新高 同时加油 同样也是啊 包括我们之前所关注的一些 创下历史新高的标的 我们目前呢 都需要去继续的去耐心的去关注 目前的一个行情呢 确实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办法 一方面 我们要控制仓位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尽量选择这种趋势波段 以及主升浪的标理为主啊 那么今天的一个涨历满复盘呢 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